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號稱世界第一的健保制度 卻讓我們急需救治的重症病人必須要沾黃四處奔走 然後沒有辦法在兩天內呢 這個是多麼痛苦的一個事實 可是為什麼會在急診從戰流變成治療 前面擋不住後面出不去 這就是我們急診有色的問題 以我們這次看起來後面出不去 或者是上不去的問題更大 急診臨臨治療 急診臨臨治療 六小時進ICU 六小時進ICU 那麼急診優勢的問題是一個大問題 包括這個急診室的醫護 在前幾天也都包括了開大跟中榮 都特別都 這個醫護人員都寫出來他們的這個新聲 然後這個求助的訊息非常濃厚 急診優勢的原因是在於 該上註到病床的那些急診病人 該上去就上去 所以他們大量的就置留在這個急診區裡頭 好這是第一個 那我們去監測這個十九家醫學中心的這個 這個急診及時訊息的這個資料 公務的資料 我們就會發現這個問題真的就是出在 因為要上去上不去 等待住院 被判定要去住院的這個病人高達877人 要去住院而住不了院 以至於他們就紛紛地就在十九家裡選中心 但這十九家也不是平均會廢 有些醫院非常嚴重 有些醫院這個問題比較輕微的信心 最緊急要上去的 他反而滯留在急診區的比例是最高 從一百年的4.6到一百零年的5.4 在惡化當中 其實對院的急診病人是非常有威脅的 澳洲對於一級的病人 他平均是九點五小時就得多入住到 幾乎九成 各位看到我們這個 給各位的復健理程 復健的這裡頭 九成的病人一起病患 在九點五小時就得多入住到的地方去了 台灣呢 台灣要三十八點五個小時 兩天 幾乎是兩天 要立刻入住ICU的病人 我們發現這樣的病人 有三成六個小時之內是進不了 還吸入裡頭的 台灣的加護病床數是世界第一 密度世界第一 所以不是出在我們沒有加護病房嗎 不是 去我們健保署發的新聞稿 103年4月2號發的新聞稿裡面 他就發現到在急診室滯留48小時以上的比例過高 那這些醫院呢 健保署說要去監督 跟要去補導他們 同時呢 希望能夠改善 那今年健保署發表了急診有設改善的這個報告的時候呢 他說有改善喔 可是根據醫感會可靠消息來源 不是聽說 可靠消息來源 這個數據的精準度 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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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狀 好 在院內的部分有兩個因素 在院際有一個因素 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每一個醫院住院收床 有它的規則跟前規則 第一個呢 收案標準向前看 有醫師人員告訴我呢 他們的醫院如果是心臟科 那個血管支架塗藥的 骨科 因為要用到藥材的 比較容易上去 單醫病症的比較容易上去 但是 有的醫院 某一些不賺錢的科別 他的病床就是少 你根本進不來 這個叫做收案標準向前看 再來是醫護不足關閉床 台灣的評鑑是醫院最能夠抓住 醫院的一個政策工具 但是我們必須要講 到底健保所為政府管機關 你有沒有掌握真實的數據 有多少錯獎 有多少你評鑑那天很OK 之後就不行了 好 我們看到 評鑑過後說人力 醫護離職5人 跨科調動中人力 支援分院人力空 醫改會做了一個網路的民調 我們一直到昨天的中原 總共來填達的有1220位 其中八成是護理人員 大家知道護理人員不夠 那個ICU的病床就開不了 所以護理人員很關鍵 然後呢其中有6%是醫師 其他的是醫院裡面的社工啊等等 好我們就問的第一個問題 各位請看你們的附件六 好我們說最近半年內 你有沒有實際遇到過 確實聽說 醫學中心的加護病房 因為護理人員不夠 而減床 各位 有個醫學中心 75%住床 其實就是百分之百 因為他等著幾個床不開 看得到又不到 關床 好那這個你去問官方 他都跟你講沒有啊 我們去查沒有這件事 但是我們直接問醫護人員 好這裡面我們看到 實際遇到過確實聽聞的 百分之七十九 快八成報告各位 這個非常好 所以這個事情是存在的 好我們再看 我們再看這個技術性觀察 我們再看下一個 好根據insider告訴我們 急診護理工作的附和房 是insider 真的是非常的多 根據我們的評鑑 是一比十 我們的護理人員 急診的護理人員 一個 服務十個 我們就問他 有沒有超過十個 跟各位報告 百分之九十三表示 每這個護士單單處理 超過十人士以上 急診病患 所以剛剛梅君講的 的確 今天我們要講這個急診議題 絕對要給我們 第一線急診的醫護人員 最大的肯定 他們真的很辛苦 區域網絡難成形 好健保署說 哇 那我們有急診的 這個轉診的協調員啊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給他 交通指揮一下 比較優勢的 就把它疏導到 比較美人的地方 台灣有很多的疫情中心 徒有其名 他應該退場 因為他名為醫學中心 但是碰到急診症 就給他平轉到 少數的這幾個指標性的醫院 就像剛剛講的 等待加護病房的人數 在這邊 單一時間點是26人 但是我們做的 平均數是32人 這32人裡面 並不是平均的 分在19家醫學中心 其實是高度集中的 如果台灣有這麼多 有19家密度這麼高的醫學中心 可是我們的急診症的責任 卻要落在少數幾家的身上 然後讓他有事 讓他滋留48小時 讓他一級的上不去 這就不對了 那健保署你在做什麼 我們今天要呼籲的就是說 第一級的中症病人 要能夠在一日內清除 也就是說一天內要讓他有的地方可以 這個要求不為多 我們希望我們的健保署 所有的衛生單位 還有這些醫療機構 不要再以這個 能夠誇耀世界的健保制度 作為滿意 我們今天要看看性疑的 制度背後的痛感的真相 然後ICU的病人 在六個小時內 一定要獲得適當的處置 能夠進入ICU病房 那同時呢 在這個時候 我們也請胃徒部 請你走進白色的巨塔的深處 跟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鎖住這些醫療品質的 正義的這個大鎖 障礙到底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看 這些應當負擔 急重症救治的這些 所謂的醫療中心 它到底有沒有這個能力 收治重症 那它有沒有這個意願跟責任 能夠救治重症 我們呼籲這個 微福部 必須要把這些數據公共出來 公眾大眾 讓媒體 讓我們像 一概會這樣的機構 還有所有的學者 不過來檢視 我們到底有多少 打著堂皇量力招牌的醫學中心 它真正有負擔 就是重症的責任 首先咱們的確保 有堅寡 例如說 不斷